法国高铁系统在巴黎奥运会开幕前夕 遭纵火破坏的事件 法国内政部长达尔玛宁29号表示 当局已经逮捕一名极左翼分子 而法国多地的光纤网络 28号夜间遭到恶意破坏 波及到6个地区 但没有影响到奥运主要的举办地巴黎 巴黎奥运会开幕的前夕 由于纵火等破坏活动 法国高速铁路系统遭到严重干扰 多条高铁的线路中断 列车大规模取消或延误 大约有80万旅客都受到影响 经过抢修后 高铁已经在29号的上午恢复正常 另外法国的三家电信营运商 在法国多地的通信基础设施 28号的夜间遭到人为破坏 包含位于埃罗省 罗纳河口省 瓦兹省 莫兹省 德龙省和奥德省的部分光纜 当地固定和移动通信网络受到影响 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 宣称对破坏事件 破坏行为负责 警方也已经展开调查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——YK